很高興跟大家來做鼓勵 因為我們剛才的船長呢 你們不要誤會 他不叫做薩西米 他叫做小玉 那你們先問 不要想看我們的小玉船長 他當然有來頭了 他的爺爺呢 就是當年幫我們台灣 一位元首蔣介石先生 開船的那位船長的 隔壁鄰居的孫子就是他的 那我們試一下給船長來點掌聲鼓勵鼓勵 好 謝謝大家熱情的掌聲 好 那也謝謝你們呢 對我別人還有掌聲 那我們現在呢 就開往下的 來介紹我們 隔壁鄰居跟隔壁鄰居 隔壁鄰居掌聲的位置呢 隔壁鄰居 在隔壁鄰居的沙發座邊 一下有一個人 大家就會看到隔壁鄰居 我們知道他是屬於南投資 其他隔壁鄰居套牌的鄰居 就是我們這邊 我們是高山內陸鄰居 非常安靜 並沒有強制 你們也不要穿 我們以後隔壁鄰居 叫做穿彈鄰居 我們就可以了 那現在呢 就是我們的遊戲規則 搭船喔 看手上的翼章 不要拿轉票 因為手上翼章 就可以搭船當一程鄰居 從裡面的翼章 搭到不會暈船 從不會暈船 搭到會暈船 那是可以的 那我們現在呢 來介紹 這邊的景點 我來介紹 陸鄰居台 就有一個斷店給你們 是 拿一個手邊 這兩道比較矮的 左邊黑色 拿一個手邊 拿一個白色 它就叫做 韓帝鄰居 五千幾個大斷店 租一晚呢 一萬五千塊 到兩萬五千塊 那韓帝鄰居 你們一定覺得 不太想看它 其實還有更貴的 在韓帝鄰居的後方 那一棟 水廊社會建築物 叫日月行貨 它普通房型呢 兩萬塊起票 從偶套房 三十二萬元 那為什麼會這麼貴 因為裡面的衛浴設備啊 看得到的 都是用黃金做的 黃金馬桶 黃金浴缸 黃金浴缸 黃金洗臉盒 黃金熱色 所以這一碗呢 要三十二萬元 跟我們船上的朋友 如果真的有機會入住的話 我都會建你們當天喔 不要太早睡覺 為什麼呢 如果你太早睡覺的話呢 那你的眼睛一臂一打開 新台幣三十二萬塊就會飛掉 會很心疼的 那如果今天要睡的話呢 我也會想你們怎麼睡 你要睡床上 那要去哪裡 馬桶也是可以 但是隔天會腰痠又會痛 其實要睡浴缸 因為浴缸是黃金做的 然後呢 大哥 在睡覺的時候呢 你要抱來國 要抱什麼 抱馬桶 因為馬桶有五百萬的價錢 好 就像呢 可以講 尖改港的分別之後 才是來到綠越南的中心線喔 叫綠越南的 綠越南的名字 是什麼流南的 一邊像太陽 一邊像月亮 來左邊就是像太陽 右邊就是像月亮 而起來叫做綠越南 如果呢 你們現在床上是看不出來的 它要由上 從 往 下 看 跑 看得出來 太陽指一的那個形狀 那右邊現在有一座小島 有看到嗎 這個小島呢 就這個公關化的很明顯 有人知道它叫做 塞巴巴巴嗎 好 我們這位大爺呢 說東華島 真的非常有勇氣 今天到東華島 我就知道大哥的年紀了 他已經改名13年了 他跟這16年了 所以東華島要想成一點點 現在呢已經改名了 叫做拉獨島 請大哥跟我練一遍 拉獨島 恭喜大哥 你年輕16歲了 都不用拉皮就變年輕了 他以前叫光華島的時候 可以上去 上面呢還有一個老人 專門代替我們千鋒線求姻緣的是誰 有人知道嗎 會說月老的朋友要在家30歲 越來越老了 沒錯 月下老的以前真的在上面 因為地震的關係怎麼了 成了受災庫 遷移到船隻正後方 水射村的龍空宮 那如果在場的嘉賓 有人想要知道月下老人 要在哪裡的話 他可能上來之後 可以跟我做詢問 好這個小島呢 現在是可以上去的 他縮小了 現在要帶大家到懸光寺 那我們到懸光寺呢 就是要吃 夜夜堂最有名的特色小吃 叫做阿婆茶藝袋 就在三角下而已 非常有名 非常好吃 當時也非常好賺 因為從原本的六塊錢 變成十塊 那十塊又變成十三塊 雖然有點貴 但是很有名很好吃 大家有機會呢 來品嘗看看 那我們懸光寺呢 也要到來 如果不下船的朋友 可以坐著 時間到點的話呢 我們就往下一站 一塔少座出發 那如果要下船的朋友 今天的船班 十五分鐘一班船 一個小時會有四艘 整列十五 三十 四十五分 當船位置呢 在二號浮排的最後一個位置 哪裡下船 哪裡登船 不要任船 末班船 五點半 那因為呢 船上有一些朋友 是國外來的朋友 像是媽媽 是中國大陸的朋友 如果你們忘記搭船位置呢 沒關係 看我們公司工作的人 是 藍色 白色 紅色 青天白日 滿地紅 自由 雲等國外 這個就是真華民國 台灣國際的顏色 我們老闆娘呢 因為非常的愛國 我專門請義大利民謠設計師 西杠普利斯 誰來設計的制服 如果說 安置搭船的位置 用了一個制服 是可以的 大家了解嗎 那感謝你們今天的搭乘 那晚三天呢 跟小玉船長 祝你們 在玄光寺碼頭 旅途愉快 觀光愉快 謝謝大家的搭乘 謝謝你們 好謝謝你們的掌聲 那繼續啊 下場的時候 要走後呢 我們前人沒有人部 後來比較安全 那下場的時候呢 手機不要拿手上 音樂盤水底下 是大型的養肌茶 養手機 相機 換影機 這是真的 來了 來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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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